明信宗朱健身成华二年八月 前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于谦之子于勉 遇设返乡 他没有为此而感到高兴 回乡后于勉尚书明朝中央 要求为父亲于谦平反 得到奏书的明信宗朱健身亲自处理此事 不久之后明信宗下达诏令为于谦平反 朱健身在诏书中高度赞扬了于谦的功绩 并表达了对于谦蒙冤遇害的歉意 清以俊伟之计经济之才 历世先朝冒着牢记 当国家去多难 保设计已无余 为公道而自持 为基奸之所害 在先帝已知其望 而振兴十连其中 明信宗下旨恢复于谦官职 退还吉末的于谦田产 并刺激于谦 十年的时间 于勉终于替父亲戏刷了冤屈 但是父亲却再也不能看一眼 他深爱的大明江山 惊人谈及于谦 最多的印象是他领导大明居民 抵制瓦剌 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使得经历过土木堡之变的大明王朝 转为伟安 是晚狂澜于季岛 扶大厦于江青的英雄 但是英雄从来都不会凭空出现 而是在不断的积累沉淀中 慢慢蜕变的 不及鬼步无以至千里 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 没有谁从出生那天起 就能成为英雄 每个英雄的身上总会有共同点 优良的道德品质 一颗仁爱他人 并为之甘愿做出牺牲的赤子之心 于谦在这些共同点之上 还具有优秀的学识和个人才能 他之所以能在北京保卫战中 成为整个明君的统帅 就是得益于他优秀的学识和个人才能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31年 于谦出生于浙江杭州府 前唐县太平里 一个诗书传家的士大夫家庭 于谦少年时就至存高远 他刻苦读书 自小就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出生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使得于谦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从小就接受儒家文化中 忠信 结义的价值观 他最为崇尚的士大夫楷模式 宋墨三集之一的文天祥 并终生追随 于谦八岁时 曾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 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 戏弄他说 红孩儿骑黑马游街 于谦应声而答 赤弟子战白蛇当道 其对战工整颇有气势 永乐十九年 二十三岁的于谦考取新丑科进士 从此踏上仕途 在仕途刚开始的前五年 于谦并没有引起当权者的注意 明宣宗宣德元年八月 汉王朱高旭起兵叛乱 于谦作为御史 随刚刚登基的明宣宗朱瞻基 亲征叛军 大军到达朱高旭的凡国之地 乐安后 得知明宣宗欲驾亲征 朱高旭叛军军心摇动 而朱高旭看到叛乱不能成功 主动开诚投降 明宣宗派于谦带天子训斥朱高旭 第一次担持重任的于谦 举止沉稳 没有一丝的紧张 于谦正词斩斩 声色阵立 朱高旭被于谦训斥到 伏地站立 言称万死 于谦怒斥朱高旭的场景 明宣宗朱瞻基看在眼里 心中快慰 他记住了于谦 毕竟是开创了 大明仁宣之志的一代明君 朱瞻基看到了于谦身上的闪光点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于谦是一个人才 评判结束后 明宣宗立即派于谦 寻安江西 于谦在江西平反冤案 错案数百起 出色地完成了明宣宗 给他安排的这次业务考试 宣德五年 明宣宗觉得于谦的业务能力 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 便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 交给吏部 将于谦越级体称为 正三平的兵部又是老 巡抚河南 山西 不仅皇帝看中于谦 当时的内阁三位大学士 杨世奇 杨父 杨荣 也十分重视于谦 内阁三阳历经 明成祖朱地 明人宗朱高斥 明宣宗朱瞻基散朝 皆是经于智力国家的 公古能臣 选拔人才的眼光 与皇帝朱瞻基相比 也是不遑多让 他们都看出于谦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谦在河南山西两地的工作 一直到明英宗朱骑镇正统13年 他被召回北京 担任兵部左侍郎而结束 时间长达19年 19年的时间里 他走遍了管辖的所有地方 规划落实朝廷各项 应该新办或者革新的事 频繁上书中央提出意见 看中于谦的三阳内阁 给予了他在河南山西两地工作上的 最大程度的支持 于谦所奏遣的是 早上上奏招 晚上便得到批准 全部由三阳亲自主办 于谦是幸运的 他生活在一个伟大帝国的上升期 皇帝历经图治 官员兢兢业业 整个国家励志屈民 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稳定有序 他亲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国家建设 为明帝国著名的人生之志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明史言 人宣之志 历称其职 正得其平 港济休明 藏鱼充谢 旅艳乐业 岁不能灾 盖明星之事六年六十 名气敬书 证然有至平之相义 而于大明帝国而言也是幸运的 在明宣宗及三阳内阁的爱护及推动下 于谦收获了政绩 威望 以及进入明朝政坛核心决策层的机会 大明朝最大的信誉 是历经二十余年的魔力 加之统治者的爱护 于谦没有丧失自己的志向和价值观 反而愈发了坚定 如果说 初入仕途的于谦还是一块蒲玉 而明英宗 正统年间的于谦 已经成为一块璀璨生辉的名誉 而这块名誉 最终用自己的信念和才能 挽救了未来深陷绝境的大明帝国 明英宗正统七年 摄政的张太后及辅政的杨世奇杨父 杨荣 相继去世 被张太后及三杨内阁压制多年的宦官王震 利用明英宗的宠信 开始了自己专善朝政之路 王震勾结内外官僚 擅作威服 专权八年 他被明英宗称为先生 宫卿大臣争相攀附 成为明朝第一代权患 他将朱元璋立下的客友 内臣不得干政的铁牌拆除 公然无视明太祖朱元璋立下的铁律 朝中百官大臣争相献金王震求妹 少则白银百两 多则千两 唯有于谦每次进京奏事 从不带任何礼品 如此刚正不恶的于谦 自然成为王震的眼中钉 他指使通政使李希 弹劾于谦 把于谦收押 关在狱中三个月后 判处于谦死刑 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 一时间群民共愤 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 服服在宫门前上出 请求赦免于谦 朱王 晋王等藩王 也上演营救 王震迫于压力 只好释放于谦 灭于谦继续巡抚河南 山西 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 正统年间的于谦 在民间及朝堂之上 已经拥有很大的威望 而这种民心所向及威望 成为未来于谦赢得北京保卫战 胜利的武器之一 明正统十四年二月 蒙古太师瓦剌部领袖野先 前使二千余人贡马 乍成三千人 向明朝中央邀赏 王震仅按实际人数赏赐 并减去马架五分之四 正统十四年七月 瓦剌部在野先的率领下 以此事为借口 兵分四路 南下进攻明朝 对王震言听计从了明英宗 不顾于谦和兵部尚书 旷野的极力劝谏 执意要御驾亲征 无奈之下 旷野跟随明英宗 亲征 于谦则负责留在北京 主持兵部工作 公元1449年7月16日 明英宗命其弟 陈王朱祁玉留守北京 行监国士 自己带领约25万明朝精锐大军 从北京出发 迎国公张府 陈国公朱勇 兵部尚书旷野 户部尚书王左 内阁学士 曹奈 张义等文武百官 护驾从征 1449年7月19日 明军出居拥官 过怀来 致宣服 1449年8月1日 明军进到大同 也先为右明军深入 主动北撤 此时明军的一切军政事故 皆由王震专断 王震看到瓦剌军北撤 不顾兵部尚书 旷野等人的劝阻 坚持北进 不久之后 王震听到明军前锋部队 被野贤击败 又急忙下令 大军撤退 撤退期间 王震为了显示威风 更改行军路线 执意要求英宗退兵时 经过其家乡魏州 驾兴其地 转而又怕大军 损坏他的家园农田 再次更改行军路线 士兵疲惫不堪的同时 错失了撤军回境的最佳时机 瓦剌大军紧追不舍 1449年8月13日 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 瓦剌军也追击而来 8月14日 明军在土木堡 被瓦剌大军包围 也先前使乍河 并主动撤离 以麻痹明军 王震下令移营救水 当明军大军移动时 饥渴难耐的军事 一哄而起 奔向河边 乱成一团 瓦剌军伏兵四起 趁机发动总攻 仓促应战的明军大败 在瓦剌的进攻下 英国公张府 太宁侯张营 驸马都督警员 平湘伯承怀 祥成伯李珍 岁安伯陈勋 修武伯沈荣 都督梁成王贵 户部尚书王左 兵部尚书旷野 立部左侍郎兼 汉林院学士曹奈 行部右侍郎丁玄 公部右侍郎主永和 督察院又赴都御使 邓丽等52名随 明英宗亲政的大臣阵亡 王震乱军之中 被明英宗的护卫将军 樊忠用铁锤击杀 明英宗看到突围无望 索性跳下马来 面向南方 盘膝而坐 被野心之地 塞堪王俘获 土木堡之变 致使明英宗被俘 自明太祖明成祖时期 留下精锐大军 全军覆没 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 一随之毁于一旦 此战中 明太祖时期的 开国五人 勋贵集团 和明成祖时期的 靖难功臣集团 被消灭殆寂 使得大明皇帝 失去了制衡文官 势力最重要的仪仗 只能通过宦官 来制衡文官集团 文官势力和君主 开始离心离德 内耗愈演愈烈 国事日促 土木堡之边的消息传到北京 所有人万念俱灰 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朝堂众臣几乎全部阵亡 皇帝被俘 所有人心中 只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天塌了 一时之间 京城人人自危 大量富户转移财产 部分大臣 也将自己的子女 送往南京 正统十四年 八月十八日 孙太后押阵 监国朱祁玉主持 提议 商讨对策 汉礼院士讲 徐成 根据天象的变化 首先提出 迁都南京 以避刀兵 此言一出 得到部分大臣支持 于谦当即否定这项提议 认为 皇陵 宗庙 设计都在北京 不可轻易轻易 他斥责南京 是亡国之论 历生说道 言南京者 可斩也 于谦坚守北京 抵御瓦剌的主张 得到立部尚书王职 内阁学士 陈巡等人的支持 于谦又上书孙太后 最终说服孙太后 支持自己 最终朝堂达成一致 坚守北京 抵抗瓦剌 此时的于谦是 兵部族事了 代替隋明英宗 亲征的兵部上书 旷野管理兵部 旷野已经在 土木堡之变中阵亡 于谦成为 实际上的兵部主官 大明朝的精锐 已经在土木堡之变中 全军覆没 北京附近只剩下 战斗力较弱的士组 不到十万人 于谦奏请 陈王朱祁玉 集调南北两京 河南的贝操军 山东和南京沿海的 贝窝军 江北和北京 所属各府的运良军 立即奔赴顺天府 进行集结整讯 为了积极备债 于谦首先采取 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内部 第一 诸除换党 平息民愤 将招致土木堡之变的 罪魁祸首王阵 抄家灭族 第二 鉴于野先 携明英宗 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 为了击碎野先的政治阴谋 于谦提出 设计为重 君为亲的口号 于8月29日 带领文武百官 请皇太后 改立坚国成王为帝 姚尊背负的明英宗 为太上皇 朱祁玉即位 视为明代宗 第三 选拔将领 屠上安排 原大同副将石亨 在土木堡之变中战败 被贬官下狱 于谦认为 战败的主要责任 不在石亨 于是将其释放 并委任他为京师总兵官 统一指挥京师步兵部队 同时 派专人指挥京城的 火计部队 骑兵部队 又派进支军式的 将领镇守大同 宣府 居庸关 紫金关 等重要关口 严整一批 贪生怕死 玩乎职守的将校 第四 改革军制 把传统的三大营 改为十个团营 使其更加适应防御作战的需要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军备战 明军士气大阵 沿着以待 此时的于谦 已经成为整个朝堂中的核心人物 明代宗即位之后 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 按照规定 兵部尚书是不准掌握军权的 但是此时的大明朝 已经在王国的边缘 明代宗从大局出发 秀与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权力 命在京的各营将领 皆接受其截制 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 于谦有先斩后奏之决 于谦没有推辞 他毅然将这副千军重担 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他对明代宗说 军礼之事 臣申当之 不孝则致臣醉 聊聊几字 致敌有声 在整军备战的同时 于谦还做好军队的后勤工作 当时 北京城军中仅有十分之一的将士有盔甲 兵器已严重不足 为此他一方面命令公布加紧赶制 一面将南京库存兵器的三分之二 共126万件调入北京 补充首成部队 同时还派出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溃败时 丢弃的头盔9千余像 甲5千余剑 火枪1.1万余杆 火冲2万多只 火箭44万枚 火炮800余满 这些装备大大提升民军的战斗力和事迹 北京东郊的通州有数百万弹的粮食储备 可供京师军民使用一年 于谦采取一切措施运辆 除官府用500辆大车昼夜运辆外 他还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偷舟运辆 并对运到北京20弹以上粮食的人 给予一辆白银的奖励 运辆队伍川流不息 昼夜往返 短时间内就把通州的几百万弹粮食运进北京储备起来 稳定了京城的军心和民心 于谦还下令官兵接御之半年响录 明军士气大阵 于谦将城内各种工匠统一编制进行训练 筹集大量砖 木 石 灰等 以备战时挤用 灭人加固北京周边城墙 增修京城的重吻 正阳 宣武 东直 朝阳 西直 浮城 德胜 安定州门 于谦还传袭北京周边的州县和山西 河北等地民众 让他们随机打击瓦剌军队断其后路 一切的布置都已经就绪 于谦和他背后的整个北京城 静静等待着瓦剌大军的到来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 也先挟持被俘的明英宗皇帝大举南下 其中一路军队经宣服进攻军攸关 从京师正面吸引明军 也先则亲率主力三万人 经大同进攻紫金关 迂回京师 十月九日 在投降瓦剌的名太监 喜宁的帮助下 也先攻占紫金关 经益州 梁湘 卢沟桥 于十月十一日 禁敌北京城郊 面对强敌 石亨提出收兵入城 禁闭九门 依托城池进行固守的建议 于谦拒绝了石亨的建议 他认为此时的瓦剌携土木堡大圣之威 士气强横 如果己方示弱固守 会助长瓦剌士气 于谦将二十二万大军 列阵京城九门之外 命石亨和范广镇守 德胜门 都督陶锦镇守安定门 广宁伯留安镇守东直门 武进伯朱英镇守朝阳门 都督刘聚镇守西直门 副总兵顾兴祖镇守浮城门 督指挥李端镇守郑阳门 督督刘德兴镇守崇门门 督指挥汤吉镇守宣武门 于谦则身心士卒到九门中的重地 德胜门亲自督战 部署完毕之后 于谦下令西必旧城门 以示备城死战的决心 于谦还下令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战骑将 军不顺将先退者 后队战前队 此时的北京城 肃目而又压抑 此战若胜则大民无忧 若败 或将射计轻浮 10月11日 瓦剌军逼近北京 也先将军队布置在西直门以西 命令一部军队进攻张义门 于谦派兵迎击 北京保卫战打小 明军首战获胜 10月12日 也先挟持英宗皇帝到德胜门外 要求朝廷派于谦 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营 并索求金箔数以万万计 企图以此将明军主将擒获 迫使明朝姓城 于谦一方面派出官员朝建英宗 一方面再次提出设计为重 君文卿的口号 统一官兵思想 粉碎也间的诱骗阴谋 10月13日 北京城风雨大作 瓦剌军趁机集中全力进攻得胜门 于谦命大将石亨在城外民房内说服 派遣少数骑兵 仰装战败引诱敌人 也先中计 清帅惊奇万人穷追不舍 一头扎进明军的埋伏圈 于谦命明军发起反击 重新组建神机营火器齐发 射向敌军 石亨也率领军队从后方杀出 也先大败 奋力突围而出 此战也先的弟弟贝罗 平征卯纳海等将重炮生死 瓦剌军心动摇 为了提振士气 也先利用明军主力聚集在德舍门的时机 集中力量转攻西之门 负责镇守西之门的都督孙唐 率军迎战 也先不断增兵围攻 孙唐立战不支 退至城下 想要进入北京城 把守城头的己事中诚信 严令不准开城 同时 命城上守军 炮击瓦剌军 明军从江义门 德舍门抽兵增援 也先不得不率军撤退 10月14日 瓦剌军再次进攻张义门 于前顾忌重施 在瓦剌军必经之地 埋伏好火冲手 短枪手 派兵在张义门外迎战 战斗开始后 明军前队用火器先行进攻 后队用弓弩跟住 再次击退瓦剌军的进攻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 攻陷北京轻而易举 但经过五天的激战 明军屡获阵力 士气旺盛 瓦剌军屡败 而且除了来自明军的抵御之外 瓦剌军也遭到大名百姓的抵抗 看到进攻受阻 加之祸兴明朝各路援军即将到达 也先担心退路被切断 便于15日夜率军撤离 时刻关注瓦剌动向的于前 发现也先撤退 立即命令石亨等人集中火炮 轰击也先军营 瓦剌军死伤一万余人 之后明军分路追击 石亨大破瓦剌军于清风殿 范广在固安打败瓦剌军 也先一路狂逃 于10月17日撤出紫金关 不久退往关外 而东路进攻明朝的拖拖布华军 文德也先一败 也立即撤退 并于10月20日单独前使进攻 来北京议和 历史9天的北京保卫战 以明朝的胜利而结束 大名江山德宝 于谦居功至尾 明代宗下旨封于谦为太子少保 同时继续让他总督军务 于谦坚持不受 在他看来 明朝遭遇大敌入侵 边境多处受敌 是作为臣子的耻辱 抵御入侵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何功之有 不过明代宗下旨不许他推辞 于谦则接受了封赏 于谦真的不是在故作姿态 他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从不虚伪造作 石亨本来因为土木宝之便被削指 是于谦重新举荐他 让他担任总兵官 参加北京保卫战 战后石亨尚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敏 领受军功 于谦不同意 并且批评了石亨的做法 但是对于石亨的军功 却没有一丝隐瞒 据实上报 石亨因此被封为世袭后绝 曾经建议迁都的汉林院士长徐成 于谦虽然在朝堂之上 斥责他的迁都计划是亡国之策 但是于谦并没有阻塞他的身迁之路 反而向明代宗推荐 徐成担任国子祭酒 被瓦剌俘的民营宗诸齐阵 也是在于谦的坚持之下 才最终被引回北京 这一切都说明 于谦是一个真心为国的人 而这些事情也从未向当事人说出 他现情淳朴 生活简朴 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福利 他坚决推辞 明代宗不准 他还把明代宗所赏赐的喜书 袍服 银定之类 全部封好后 写上说明放到那里 分文不动 于谦也有缺点 他性格过于刚强 遇到有不痛快的事 直言无忌 他有时也很高傲 看不起那些懦弱无能的大臣 勋臣 皇亲国戚 这些缺点给他招来很多人的怨恨 其中就有石亨 徐成 于谦在仕途上行走了三十余年 要说不会官场上那一套 圆滑的做事套路 那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不在乎外部的攻击 甚至几乎从不辩解 或者改变自己 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心无杂念 无欲则刚的人 他不需要向别人解释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早已经在自己石灰影中 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在明代宗的支持下 于谦在警探年间采取一切措施 努力恢复着刚刚经历过战争创上的大明朝 而正当国家逐渐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的时候 明代宗朱祁玉景泰八年正月初 明代宗突换重病 得知消息的石亨徐成曹吉祥 于景泰八年正月时期凌晨四更 领军打开长安门赶到南宫 请明英宗朱祁镇赴登大位 史称夺门之便 得知明英宗复辟的朱祁玉只说了一句 哥哥做 好 过了不久 明英宗废除朱祁玉的地位 软禁永安宫 同时将于谦逮捕下玉 2月17日 明代宗朱祁玉去世 明英宗下诏 指斥朱祁玉不孝 不替 不仁 不义 会得张吻 神然共愤 并废弃帝号 此事好为例 称成立网 明英宗有理由恨自己的这个弟弟 当时就是朱祁玉不愿意将自己从瓦剌接回 而接回自己以后 便将自己软禁在南宫 但是他却忘了 如果不是朱祁玉危难之时受命 登基为帝 学贫乎乱 最终支持于谦打赢北京保卫战 明英宗恐怕要像宋徽宗那样 死于异族之地了 而对于于谦的处置 明英宗却犹豫不决 他虽然将于谦抓捕下玉 但是他心中知道 于谦是挽救大明的首席功臣 是于谦的运筹帷幄 但惊截律 才将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后的烂摊子收拾好的 所以当徐成 史衡等人诬陷于谦策划迎接策利相往 并以此为借口 将于谦以谋反罪 判处死刑后 明英宗说了一句话 谦实有功 徐成只用一句话 就使得明英宗下定了处死于谦的决心 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正月23日 于谦被押往重门门外 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 得到他最后的结局 斩绝 明史在 死之日 阴霾四合 天下淹之 于谦死后不到一年 边关再次被瓦剌大军入侵 满朝之中 竟无人能够筹划底蕴 明英宗愁容不斩 龚顺侯无几说了一句话 让明英宗无言以对 始于谦在 当不吝寇至此 天日昭昭 明英宗天顺二年七月 徐友真与石亨争权失败 被石亨弹劾 明英宗将徐友真贬为寿命 流喜矜持 天顺四年 石亨因大肆培职党羽 干预朝政 被明英宗霸指 死于狱中 其家族以谋反罪被诛 天顺五年七月 曹吉祥的四子曹钦 举兵叛乱 曹吉祥被英宗逮捕 以折刑处死 这三人当年 缠杀于谦的真相 也随之大败于天下 明英宗懊悔不已 然而 私人已逝 大明再无于少保 如何评价于谦 明史中有一句最为完美 忠心意烈 与世越争光 孟子言 明为贵 社己次之 君为亲 能在黄泉至上的封禁时代 敢真正将这句话 付诸行动之人 寥寥无几 于谦 做到了 林泽徐说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真正能达到 这个标准的人很少 于谦 做到了 清代诗人 黄敬仁 曾写下诗句 百无一用诗书生 能用事实去否定 这句诗的文人 很少 于谦 做到了 周明一朝 能与于谦 并驾齐驱的名臣 除了知情合一的 王守仁 再也寻不出第二个 正如董其昌 所言于谦 赖射己之灵 国以友军 自分一枪 抛热血 劫 古宫之力 祭之以死 独留清白 在人间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